一片漆黑當中 多名南韓海警緊急鳴笛 追捕前方的中國漁船 不管如何鳴笛喊話 中國漁船繼續往前開 企圖逃逸 最終海警還是成功登船 南韓海警展開秋季取締 越驅捕魚行動 二十四號凌晨四點 在仁川西南方外海 逮到四艘非法越界的中國漁船 其中兩艘還是四百三十噸的 大型漁船 總計船員多達六十人 為了防止海警登船 他們還在船身 裝上鐵柵籃和木板 明顯預謀犯案 一兩船一族的雙船拖網方式 將所有漁類一網打盡 違法破壞生態 雞門大戶闖他國海域捕魚船還越幻越大 原來九月開始進入骨蟹季節 非法越界的中國漁船 從過去的每天五六十艘 暴增到每天兩百零三艘 南海警預計針對被扣押的漁船 每艘徵收三億韓幣 約七百二十一萬台幣的押金 要繳錢才能領回 並且吊派五百噸級的海巡船 和直升機 中韓海上攻防持續波淘洶湧 三連新聞 順道 SBS